那我们来看一下 之前一直漏掉的主题 就是我们今天有讲了切割了 那就是有讲合并 那但是那个切割合并 千万尽量不要用 最好不要用 那在可以不用的情况之下 尽量不要用 那如果我今天想 比如说两个东西 我要让它可以 可以变成感觉好像一起动 那这时候 我除了切割合并之外 我还可以怎么做 有另外一种方式 叫做负质关系 我这边按Shift A 比如说我今天放一个球 我放一个球在这里 然后我放一个立方体在这里 OK 这里这个球跟这个立方体 OK 我两个都选起来 怎么选呢 就是按按住码 然后按住Shift 再按另外一个 滑鼠的右键 然后按住之后呢 我按Ctrl P 按Ctrl P的时候呢 它会出现一个叫 Set Parent To 就是 就是设定父亲 是谁 那我现在设定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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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另外还有一个 那你会发现这样子呢 当我去移动这个方块的时候 那个球也会跟着动 这个叫做父子关系 那但是呢 我如果移动球呢 方块不会跟着动 因为球现在是儿子 方块是父亲 儿子会跟着父亲动 父亲不会跟着儿子动 OK 那这是父子关系 那如果你今天你想做 比如说 你想做一个 一个人 那他有头 他有身体 那头应该是跟着身体动 那所以呢 你拉头的时候呢 身体不动 但是你拉身体的时候 头就跟着动了 不然的话呢 就会出现那个 头按身体分离的现象 那就 就很恐怖 那所以像这样 你可以按父子关系 记得 就是选完之后 按Ctrl-P 按Ctrl-P 那那个后选的 那个就会变成父亲 OK 那我可以再加 我可以再加 不只可以做一个父子关系 比如说我这里弄个锥 那我把这个锥选了 再按Ctrl-P 一样 那这时候你会看到 这里有两条线 那这两个都是他的儿子 所以这两个都会跟着他动 Ctrl-P Ctrl-P OK 那但是儿子动呢 父亲都不会跟着动 那你可以透过这种方式 到时候我们在这下面 这个是做动画用的 那在这种影格的地方呢 你去插入动画的话 那这样的控制 会比你直接用 用那个合并的那个join方式 把它join起来更好 除非你非常确定 那个东西百分之百 不会再分离了 否则的话 千万不要把它直接join起来 好 那各位试试看 Ctrl-P 谢谢 нем试看